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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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力可汗并不清楚长安城不防之虚实 看到李世民仅率领六计 就如同三国演义中的司马懿一般不敢贸然进攻 此时大将玉池晋德又率领集结后的大军 在李世民身后列阵 协力可汗见状更加举其不定 双方于是在渭水上搭了一座便桥 就如同刘邦那样在便桥之上杀掉白马地结盟约 实称渭水之盟 亦称便桥之盟 尽管危机最终得以缓解 但地结盟约还是让唐朝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李世民刚一即位 国库中的大量钱财和生活物资 就因渭水之盟被拱手相送 以李世民的才干势必不能忍下这口气 他决定趁着暂时喘息的机会休养生息 待唐朝国力强大之时 再一雪当年渭水之入 公元627年正月初一 李世民正式改元真冠 在经历了随末战乱之后 饱受涂炭之苦的中原百姓 终于再次迎来一个全新的盛世 李世民即位后 为了拉拢人心 他召见了原先为顾太子李建成效力的魏征 质问他为何要离见他们兄弟之间的手足情谊 不料魏征却回到 假如太子听了他的 就不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的 李世民对于魏征的回答 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很欣赏魏征的直言不讳 于是立马重用了魏征 这样一来 李世民在这件事情中所展现出来的宽大心怀 以及对于旧事既往不旧的态度 使得以魏征为首的太子旧臣 终于彻底放下心来死心塌地地追随李世民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真冠初年因政变战乱动荡的政局得以稳定 同时由于魏征经常直言禁见 李世民也虚心纳贱 使得真冠年间的唐庭逐渐形成了 坚听纳贱的良好风气 在唐庭逐渐恢复元气的时候 东突厥却发生内乱 东突厥北部的薛烟陀汗国逐渐壮大 同时本该继承汗位的突历可汗 对协力可汗的不满也与日俱增 唐庭愁准这个时机 一举攻灭了依附于突厥的梁师都市地 正式统一全国 贞冠三年 公元629年 李世民命兵部尚书李靖 率十余万大军兵分六路进攻东突厥 俘虏十余万突厥不重 一举攻灭东突厥 在渭水之盟不到三年后 唐朝就一雪前耻 即使强大如秦汉 也要在匈奴的威胁下修建万里长城 而唐朝却直接把漠北之地悉数占据 有诗云 萧冠冯侯记 都护再奄然 唐朝的疆域由此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大唐威名也由此远波四方 贞冠四年 漠北各族正式向李世民称臣 听从唐朝号令 并敬献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尊号 天克汗 同时 太宗皇帝为了让贵妇的胡人部众心悦成福 没有听从魏征非我族类 齐心必义 要求将迁入内地的胡人赶出中原的意见 称自古皆贵中华建一敌 镇度爱之如一 不仅不对胡人加以防备 反而重用了大批胡人将领 唐朝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 使得胡人部众心服口服 一个万邦来朝四夷宾服的时代正式拉开了帷幕 随着丰功伟业的建立 李世民自然而然地就起了骄纵之心 有时候像诸如魏征等觐见的大臣通常会直言不讳 这就导致李世民很没有面子 久而久之 李世民就对此愈发不满 有一次 李世民退了朝后 在寝宫内大动肝火 宣称一定要找机会杀了魏征这个羌八佬 长孙皇后见状 竟身着朝服向李世民称贺 李世民一时摸不着头脑 长孙皇后称 魏征之所以敢范言直见 都是因为陛下天纵英才善于纳建的缘故 因此我祝贺陛下能获得如此良辰 李世民一听 愤怒的心情顿时烟消云散 从此以后 每当李世民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面露凶光 长孙皇后总是能上前温言劝慰 使得圣怒之下的李世民能够恢复理智 不至于做出出格的事情来 也正是有了像魏征长孙皇后这样的臣子 使得李世民即使建立千载圣宫 也不会因此居功自傲 大唐帝国终于在真冠年间的君臣 共同努力之下 走向天下大志的盛世局面 史称真冠之志 真冠九年 公元635年 唐朝开国皇帝李渊逝世 一些学者认为李世民即位后 由于对李渊心怀愧疚 因此对李渊孝顺至极 使得李渊在晚年得以享受天伦之乐 甚至因此感慨 无托付得人 富和悠哉 但是当我们注意到史料中的一些蛛丝马迹之时 便很容易发现李世民和李渊之间的怨气 似乎在玄武门之变后也未曾消解 李渊在占领长安后 短短数年之间就将他的后宫壮大了无数倍 生了二十多个儿子 李渊做皇帝的时候 自然没几个人敢对此有异议 等到真冠二年 便有大臣看不惯 并因此尚书声称皇宫内阴气淤积 这才导致天下九汉不逢甘邻 于是李世民很快下诏 裁撤李渊身边的宫女三千余人 还告诉他们任求抗力 鼓励他们寻找幸福 散发人生第二春 这无疑就是在当面者李渊的面子 可是李渊如今空有太上皇的名头 没有任何实权 也只能忍气吞声 不仅如此 武德年间最受李世民信赖的老臣裴继 也在争冠年间被李世民找借口流放到了蛮荒之地 等到李世民当了七年的皇帝后 两人的关系才渐渐缓和 李世民在西汉故宫魏央公举行宴会 在宴会上曾经兵离畏水 威胁长安的吉利克罕 如今早已没有往年的威风 成为了大唐的臣子 李世民甚至命令他起来跳舞 李渊也非常高兴 感慨如今蛮夷都前来归附 这是亘古未有的事情 李世民见状也借此向李渊敬酒祝寿 声泪俱下地称 能有今天的圣经 都是因为李渊的教会 资质通鉴对此的记载是 至此父子俩才一同家人常理 李渊在乱世中成长 最终看着自己一手创立的家业 在子孙后代身上 一步步发扬光大后才刻然尝试 也算死得其所了 还没等天下在国丧之中缓过近来 争冠十年 陪伴李世民一路建立工业的 长孙皇后又撒手人缓 年仅三十六岁 李世民极为卑扭 彻朝多日 甚至命人在宫内建立高台 以便自己能够随时眺望皇后的林墓 后来李世民又和魏征同登此台 并将皇后林寝置于魏征 魏征却谎称自己看到了李渊的县灵 并没有看到皇后的灵寝 李世民心领神会 自知自己这样有被孝道 于是下令拆除此罐 不复登烟 真冠时期的君臣关系也成为一段佳话 流传千古 李世民在林烟阁 为一直追随自己的二十四个臣子画像 视为林烟阁二十四功臣 李世民深知水能载舟亦能复舟 于是时刻在大臣的提醒下严于律己 不让自己的私欲影响到天下百姓的利益 也因为这个原因 李世民采取慎行宽行的政策 他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 之后又亲自审问囚犯 并且由于对即将被处死的死刑犯于心不忍 便下令将死刑犯全部释放回家 约定来年秋季回来接受处决 第二天秋天到来的时候 死刑犯居然一个不少全部回来集合 李世民大受感动 下令将400名左右的死刑犯全部赦免 就这样政治清明 百姓安乐 真冠十四年 唐朝版图东至东海 西至新疆 南至越南 北达 贝加尔湖 中华文化也由此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空前发展 但是一个人的经历始终有限 在失去长孙皇后后 贞冠十七年 魏征逝世 贞冠之志由此迎来了一个拐点 唐太宗为此罢朝五日 发出无腹西食人 方春供水浅的哀叹 之后李世民对群臣说 夫以同为敬可以正衣冠 以古为敬可以知心替 以仁为敬可以明得失 朕长保此三敬 以防己过 未争除世 遂亡一敬矣 历史也正如李世民自己所说的那样 晚年的唐太宗 逐渐变得松懈 重新亲信关隆贵族 因科举制打破的阶级壁垒 又在太宗晚年被重新树立 以至于高宗初年 关隆集团强大到皇帝 甚至到了快被架空的局面 贞冠二十三年五月 李世民驾崩 享年五十二岁 贞冠之志 终于落下了帷幕 终于落下了帷幕 未亦没有任何心 그랬 我忘了带到其他屋 frequencie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